大家好 歡迎收看周太頻道 周先生因為要專心開車 所以我會替他講幾句 今天我們想去喝茶 周先生現在這個年紀 每逢星期六日 他都很想去喝早茶 他小時候父母也會帶他去喝茶 逢星期六日 他當時覺得有點悶 但現在長大後又很懷念 另外亦覺得食物很好吃 所以他現在很喜歡喝茶 今天這間酒樓 其實是周先生沒有去過的 是我去過幾次 周先生看我的社交平台的照片 他很妒忌 今天就帶他去看看他喜不喜歡 其實我平時很少吃護角 不過上次跟朋友 點這個護角時 又是覺得好吃 他比一般護角 其實我覺得他的粉 那些蓉子似乎是幼的 也挺好吃 另外腸粉 我自己一向都很喜歡吃叉燒腸 我覺得這個叉燒腸 也不會令大家失望 我平時去茶樓 多數都會點XO醬的蘿蔔糕 這次就試試這個麻辣蘿蔔糕 雖然他的樣子看起來很乾身 但也有麻辣的味道 又不會非常非常辣 吃到你馬上肚子好像被火燒 還有嘴巴腸了 又是慢慢滲出來 很驚喜 我第一次吃這個麻辣版的蘿蔔糕 我現在就示範一下 如何吃小籠包的正確方法 我第一次來到這裡 我覺得聲音方面就不會太吵 因為一般來到中式茶樓 可能很多時候會有很多人說話 碗碟,碟碟,碟碟就這樣 這裡就不會有這種情況 另外在食物方面 如果你現在去一些很普通的茶樓 有時有機會出現 可能你咬的肉 其實就是好像不太真實的感覺 和你家裏買的菜 煮出來的肉就不同 但是這裡就不會有這個情況 就好像是一些很實在的肉 咬下去的情況 我想它在食物的採購方面 也不會是順量壓低價錢的 第三就是服務態度也好 環境、食物、後戶服務 各方面都做到非常好 所以我覺得這裡也有十分 我覺得沒什麼可以挑剔 好,好,好 好,好,好